然后小明也是就是导演已经赞不绝口 帅啊又帅然后就戏又演得好 然后刚才宋慧桥说他在戏里头有紧张有压力的时候 你有帮他稍微舒缓一些这些压力吗 你有看出他紧张的时候 有有有有 其实我也没想到因为我 看着他的电视剧长大了 你又来了 你看金城主说这句 看到宋慧桥你也说这句 你要得罪多少人 主要是这个我出道太晚 在我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看过他演的电视剧 就证明他很年轻就成为女神了 然后就觉得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女孩子也是女演员 结果我发现我第一天拍戏的时候呢 我很紧张 你紧张 我很紧张 为什么 跟亚洲女神嘛 从小看他戏长大的女神 看着他电视剧的 对然后结果发现他他也很紧张 但这点让我很奇怪 对那很尴尬的是我们第一天就要拍吻戏 第一天就有吻戏哦 对啊 所以我 那怎么办呢 请个人有这样的福利啊 哈哈哈哈 我们第一场戏就是吻戏 大为呢 大为他要第几天才有吻戏 我就没有 就没有 导演还是比较喜欢他 搞得我非常非常的尴尬 但是呢作为一个男人要缓解气氛 但是呢作为一个男人要缓解气氛 所以我就在现场啊 就是就是偶尔跟他讲讲笑话啊 然后对他开心啊 然后我很容易在现场肚子饿 我让他教我韩文呢 对到今天我都记得那句韩文 什么 太不怕有 太不怕有 什么意思 饿 饿了 饿了 他都说中文 饿了 我每次都我老饿 哦我又饿了 太不怕有 哈哈 所以你说饿的时候才会跟他学韩文是吗 没有 因为我老饿 所以我就最想知道的就是这句话 怎么说 所以你觉得跟宋老球拍戏比较紧张 还是跟贝比拍戏比较紧张 哈哈哈 还要思考那么久 我跟贝比好久没拍过戏了 好 所以现在还是跟他拍戏比较紧张 嗯 嗯 现在已经不紧张 已经很熟了已经 哦 好啦我放过你 哈哈哈 就开个玩笑 谢谢耳� 的 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